虫洞是什么?从理论上来说,虫洞是连接两个时空或是连接两个宇宙的通道,若能进入虫洞,那么穿越时空或者去往平行宇宙便有可能实现。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,通过虫洞可以实现穿越,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看,其实很难实现。 首先,目前科学界还未能确定虫洞所在的具体位置,同时虫洞所呈现出现的形态也是未知,虫洞未必就是一个洞。 其次,就算我们找到虫洞,我们怎样能够进入虫洞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。 对于虫洞的位置,科学家的见解各有不同,主要分为三种。 第一,虫洞存在空间与时间的裂缝中。 第二,虫洞所在的位置离地球极远。 第三,虫洞就在我们周围。 第三点看法与霍金先生的看法极为相似。 霍金早前就曾发表过公开言论,称那些我们看似神秘的平行宇宙, 虫洞等等其实就在我们身边,只是我们没有察觉而已。 早前就有科学家提出,地球与其他星体或者其他星系之间, 不仅仅是通过引力来维系,地球与其他星球或是星系, 同时也还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结构来维系。 这其中的特殊结构或许就是黑洞、白洞之类的神秘天体。 由此看来,霍金先生所说的不无道理, 对于虫洞的位置,部分科学家猜测,地球上某些疑点重重的区域, 比如百慕大翻角十分可能就存在虫洞。 近几年来,百慕大翻角地区时不时出现一些十分诡异的事情, 比如经过该区域的飞机,轮船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 根据最基本的物理定律,我们知道, 物体是不会无缘无故地从原本所处的空间消失的, 由此可以推断,这些凭空失踪的物体很有可能是通过虫洞, 被转移到另外一个时空了,由此可得, 那些被人类神化的黑洞或者虫洞,即可能不是一个物体, 它或许是另一个时空的产物,处于更高维度的空间, 就如同人类的意识,我们无法看到它,但它却真实存在。 科学家认为,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三维空间, 黑洞或者虫洞或是七维以上空间的产物, 由于人类所处维度较低,无法直接发现它们的存在。 除此之外,科学家认为宇宙中每个地方, 都有可能存在黑洞或者虫洞, 而不仅仅是宇宙外太空中才会存在, 它们可能存在于地球某处,甚至有可能存在于你的身边。 虫洞的存在或许可以解释很多科学界无尽未能解决的事情, 其中包括一系列神秘事件和灵异事件。 由于人类科学技术水平还不够发达, 目前还未能用科学来解决很多事物, 相信在不久后的某一天, 重复将被人类发现, 并加以利用, 以此穿越至另一个时空, 翱翔宇宙。 同模式来自身冠投赋。 所以我们有关于大部发展如果像太方x2暴alı就发展了我。 现在比较大王们